各位观众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坤频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 非常多谢 今天肥坤就来到 圣地牙哥 圣地牙哥 以前是五星级酒店 是一个古堡式 酒店 结业了很多年 暂停营业 今天走这附近的马路西环 当如是活动 圣地牙哥对开的马路 就是整个轻轨 去探紧 整穿地下 做后车室 马国站 叫马国站 基本上完成了 现在等下收尾 路面的美化 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停工 都见不到工人开工 没有走这一区 都整个多两个月 上一次走就整路 今次就整好了 这一路走过去 就是半边橙 半边橙 半边橙 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 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 就是圆台鱼 不是圆台鱼 是半边橙 半边橙 遇到好 就有很多电单车 聚会 有很多电单车 发烧油 电单车发烧油 电单车发烧油 在西环 在西环 就比较宁静一点 走一下 挺舒服的 有很多电单车 没有 还行 我只是许多 远远 走的 我只是许多 很久都找不到那塊琴渠石 那塊琴渠石應該已經沒有了 可能整個人工湖的時候就撿走了 走過很多次都不見了 水乾水退都不見了 以前的琴渠石很出名 這區真是人量很少 間中有一兩個是出來運動的 前面依舊似不像呢 不過以前好像沒有那麼近岸邊 約屋幾億鐘都是這幾個位置 看起來又不太像 以前的琴渠石都繞上來 這間是網球場的會員餐廳 如果來這裡要預早佈位 這間店經常爆的 很多朋友都會選擇來這裡吃飯 這區又比較清淨一些 一些石口 這間店經常有很多 水乾便濺出來 不過都是完全不像在石 基本上澳門只剩下一條 以前有很多,沿著南環、西環都有幾條 現在只剩下一條,斜坡到海邊 晚上很多人坐在這裏休息 在這裏有兩間餐廳有名的 我們下集再見